你看到影片之后 他就是如此随意地按了一张 然后出来就是这张 你有感觉你参与了某种 很神圣的东西的一个过程 但是那个过程就如此地普通 那其实这过程就是你背后 他背后他的思考的过程 你是没有参与到的 你参与到是最后那一下 关若英 发现生活的艺术 您听微妙的声音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阮喜 今天我们访问 他既是策展人 也是摄影评论者 也是出了好几本书的 作者富尔德小姐 富尔德你好 富尔德你好 大家好 我是富尔德 非常高兴 然后今天在一个非常专业的录音室 跟富尔德最近出了两本书 这两本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我一看到他在网络上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就决定说一定要跟他访问一下 因为我跟富尔德 其实有一点小小的渊源 以前我曾经在这个书州成品办展的时候 我也邀请他跟我一起对谈 那今天有机会 变成了这个我来 他那次帮我宣传我的展览 这是换我帮他宣传他的书 谢谢 因为我觉得这两本书真的是很不错 那我们会分成两集来做 一本叫在场 清零十一个重要美术馆摄影展 那这个美术馆摄影展 就是世界上很多很重要的展馆 跟这个摄影师的展览 那另外一本呢 叫对话 21位从树当代摄影的艺术家 那有很多 或许 说真的 这是富尔德这几年观察 很多当代摄影的艺术家 有些我们未必知道 那这个我们会分两集来做 那今天呢 这一集呢 我们就先讲在场这本书 那富尔德 麻烦 先请你稍微介绍一下自己好了 比如说我刚刚稍微有跟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自己 但是也请你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是富尔德 然后因为我的大学的专业 应该是新闻传播 然后研究所也是念的新闻传播 所以我的整个学术的素养 是新闻传播的这个学术素养 但是呢 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跟摄影有接触 然后就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跟摄影的缘分 是大概保持了整个大学到研究所的阶段 那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上海的一家德国的艺朗 专门做摄影的 对 所以从之前的 当然找这个工作也是因为我喜欢摄影 对 所以就没有在新闻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直接工作 说媒体啊或什么之类的 你为什么会那么喜欢摄影 你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你哇我好喜欢摄影这件事情 其实我跟你说 这其实跟摄影倒没有非常强烈的关系 反而是因为在大一的时候啊 就是进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小组织叫摄影组 然后我们摄影组是一个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的人生当中 或在你的就是在青春时间 就是有一群很好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对我大概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有一帮很好的朋友 大家来自学校的不同的院系 不同的年纪 然后都在一起 所以我们的那个小组摄影组是非常的多元 所以就是而且大家感情特别好 就是而且这种感情一直持续到现在 就是感情都非常好 然后那时候就是不管是学校的大大小小的活动 我们去拍 而且就是你知道就是学校的每一个校领导 就是他们会以什么频率抬头看镜头 我们都已经了解的非常清楚 就是大到学校的运动会啊或什么的 小到就是学校的就是校长办公室的这种 包括就是教育部或什么之类的 这种私密性的会议我们都会在场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实战的四年 对 而且最后也很知道怎么选照片对不对 对 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有个在学校的主干道上 就是图书馆前面有三四二块展板 那是我们会常常去布展 常常会去就是有作品 当然这只是学校的一些活动 就是我们自己也会 因为大家聚在一起嘛 都是以就是在拍照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都会就是自己也去做一些创作啊什么的 所以后来就 那这个真的是 也是同才的一个互相影响 对 其实就是因为有一群很好的朋友 然后这群好朋友之间的连结的留待是摄影 所以这个摄影才对你的 就是这一把火才会烧了这么久 你知道那种感觉 但现在已经我们摄影组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做这一行了 大概就剩下我 还有一两个就是还在报社啊 或者其他什么的 基本上就没有了 对 那那个时候的摄影艺朗就是德国的摄影艺朗吗 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你进到德国摄影艺朗的时候 那个时候主要是哪些摄影师的作品 在你们的艺朗展览 我这第一档展览是我们我们的第一档展览是全是它是召集的就是向全国的那些年轻的摄影师来增集作品 然后我记得有Pixi OK 对 然后还有森宴初 哦森宴初 对就是其实我这样想的我还参与很多人很早期的时候的那个阶段 我看到过他们那个时候的样子 因为我跟富尔德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就是我参加大理国际摄影节 那时候富尔德就撤了一个台湾的摄影群展 这个就很有趣 所以当然我就也会想要问你说你也一开始 所以蛮出乎我意料的 你刚刚讲我以为一开始就是展一些德国 德国艺朗就是德国摄影师的作品 其实是一些中国国内的摄影师的作品 对因为他们你知道很多艺朗啊很多就是他们都会去在当地的就是去抓一些当地的非常有潜力的摄影师去给他们机会做展览嘛 就是大部分画廊都会做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在这个德国艺朗做多久 大概做三年多吧 对 还蛮久的吧 那真的也是摩羯座反走下必留下痕迹 后来变策展人这样子 对对对 反正一切都很顺其自然啊 所以2015那个时候我第一次跟你碰面那个时候你已经 对已经离开画廊了 刚离开吗 离开到大概有一两年了 对 所以你就直接 所以那个契机是怎么样 因为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 你怎么会刚好办了一场 那这个摄影展也有点意识 都是台湾一些算是很知名的中生代前辈摄影师 比如说沈家朗老师 比如说郭英森老师 比较特别的是你也稍微跨到了一个不只是纯摄影的面向 比如说吴天章老师 他的摄影作品 那谢村德老师 还有陈建仁老师 对陈建仁老师 李小静老师 对陈建仁跟吴天章老师都是比较跨出摄影的这个领域 当然也是用摄影艺术来呈现他们作品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会邀请到他们 而且在大理办一个这样的一个展览 而且那时候还得了金奖对不对 那个真的是没想到会得奖 是因为我之前做画廊的时候 我就有就是受报李辉老师邀请去大理国际摄影节 所以就跟报老师有认识 然后后来报老师有去上海 然后他也去我们画廊 然后他还搜了我们的作品 成了我们的长家 报老师搜了很多作品 对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就是跟报老师就一直有就是联络啊 有这些 然后当然我们有微信嘛 你知道就是大家就会互相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你讲到报老师他的脸就一直出现在我脑海 他是一个很爽朗的人 微笑 而且他是一个 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很讲义气的人 我也受到过他的照顾啦 对我我在想说他能把大理国际摄影节这样办下来 我相信他一定是有这性格的部分 一定会是占很重的一部分啊 好说到为什么会做台湾那个展览 然后因为当时我是给摄影世界这本杂志写专栏 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没有认真的说要写一个台湾摄影师的专栏 是因为我们之前的合作就是比较有一大没一大 当然也就是或者每一期都会有一些文章在上面 或者是采访一些国外的摄影师啊 或者写一些就是相关的文章之类 然后呢我采访了一两个台湾摄影师 然后就开始研究台湾的摄影 就觉得好像大陆除了介绍阮一宗老师 那你可以讲 就很少去介绍到台湾的摄影师 对我在想说要不要 因为我常常来台湾 我想说要不要就把台湾摄影师当成一个主题 就这么就是一个一个采访 那当然一方面是解决我内心中的困惑 我也想了解台湾摄影师 其实就是工作孔啊 久居台湾顺便做些事情 那时候真的是来来去去 一直到去年其实也都是来来去去 我在台湾真的太常看到富尔德 不过富尔德不只常在台湾 他跑了世界这个我们待会后面再讲 这个也是我很想问的 好继续然后呢 然后呢然后我就开始 其实我对台湾摄影的了解 就是通过一个一个摄影师这样 我印象很深的时候就是 你第一个是写谁 那个时候 我第一个其实是写钟永和老师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 有一个朋友找我去喝咖啡 他说有个台湾摄影师也来 然后结果就是钟老师 就钟老师就聊一聊 然后就是大家之间聊得蛮愉快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到台湾了 我说那钟老师 我们要不要继续聊一聊 然后我就对他做了一个采访 然后就把这个就是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 是快过年的时候 是我记得是11月份 然后摄影世界杂志呢 就问我明年的计划是什么 然后我就想说 那我就来开始做一个 台湾的就是专栏的 这样一个写作 就每一期介绍一位台湾摄影师 然后就这样开始了 然后我每一个都是比较 我访问一位摄影师 我就问他说 有没有介绍的 所以里面的摄影师 大部分都是互相肯定的 你知道吗 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这种 很有趣的是 我在纽约的时候 问到李小静老师 我说你认为台湾的摄影师 你觉得我哪个必须要去见见面 他就跟我说谢春德老师 对 所以他一直就是 虽然说他一直在纽约创作嘛 所以他其实关注到台湾的摄影师 就是还是蛮深刻的 而且对 所以接下来我就到台湾 我就去采访小时这样 OK 所以就是慢慢认识了这些人以后 就最后也把这些摄影师们集结起来 一起办了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展览吧 对到后来就是说 包老师就问我策展嘛 然后我其实基本上差不多 已经采访到快一大半了 对 然后这个专展还在进行当中 但是采访了大半 然后我想说因为 我也想说去做一个大陆人很少见过的 台湾的摄影师的展览 而且是有当代性的 然后反映台湾摄影的水准的 就是台湾摄影究竟是怎么样子的 这样一个就是 因为他们确实还是不太知道 对 所以就是找了这几位摄影师 然后我非常荣幸 他们都答应我的邀请 而且那时候得大奖的时候 我记得谢老师的那个系列也得了大奖 对 所以他还说 我还记得他在那边叫 我可以输一本大书 我印象很深刻 那时候在会场的时候 对 好 他最近也很多展览 这样子 他刚好最近也很多展览 时间之血 他最近太多了 然后还有三毛 三毛 还有家园 对很多个 其实我最想看的是家园 我也是 我觉得 那个系列他拍了15年 甚至曾经 我们也想要在宜兰 看看有没有机会 曾经啊 还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我爸曾经提过 OK 就是看有没有机会 就是看有没有机会 因为其实谢老师也拍过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就是我跟我爸的照片 小时候 这张照片对我来讲也蛮重要的 因为他收录在那个时代的脸这本书 所以我小时候看到这本书 我是非常激动 所以后来等我拍照以后 我也跟他讲这个事情 就是偶尔都会碰到谢老师一下 就跟他 因为他们对我来讲都是伯伯啦 其实我小时候 但是你应该被这些伯伯们都拍过吧 小时候 张照常老师有拍过啦 谢震老师有拍过 其他我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觉得照片这个事情 搞不好有拍过 只是没有整理到或发表 对我想他们那时候应该都会 在一起交流啊 或者常常聚在一起啊 对有可能 但是我倒是我前几个月看到 这个张照常老师 他传给我的一张 我妈妈抱我小时候照片 哇我看到真的是觉得很有意思 这个待会我再跟你分享这个照片 所以你测完这个展览以后 当然你自己先去展场 展览空间工作画廊 到你后来也测这个展 那也到 你刚刚前面讲到一个点 其实我就能够理解了 你所有的出书 都是先从专栏开始对不对 对 不断的集结发表 最后就把它整理出来成一本书 那包括刚刚这个富德讲的 他访问了很多台湾摄影师 我每次看你的FB跟IG你在全世界跑 然后到处去看展我都觉得天哪也太爽了吧 就是无时无刻都在移动 而且都是去这些很棒的美术馆 对因为如果你要以这一个为作为职业 你要成为这个当中的一份子 你必须要在场 我觉得在场真的很重要 而且你去看美术馆是怎么去把一个展览去呈现出来的 然后策展人的概念 包括作品的装表 作品的就是质感 我觉得这些一定要去现场摸过看过 但不能摸 就是静静的看 用眼睛摸啦 用心去摸 对 这样才会觉得 就是你会常常受到刺激 然后这种刺激是对你的思考也好 你对这个就是领域的想法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看了展以后就顺便写一下文章嘛 对 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有预谋的 对 不是说看完再去写 是我知道我要写 所以我去看 当然就是写的是片摄影的 也看其他很多不同类型的展览 就是你知道媒体它会常常在一年前 就是就会给你定好进化 你的专栏进化是什么 对 所以这些都大概都是有 比如说我去看Wolfgang 千曼斯展览 我就知道我会写文章 所以我就会去很认真的看 其实这样也会激励我去看展览的时候 更认真 就是你会看到任何的展场文字 所有的你都会很认真去看 它是一个作业啦 它是一个你非得要 而且有时候文字留下这个东西 其实是真的是你没有下一次机会去 尤其是纸本印出来的东西 它就很决定性的这样出来了 对 那我觉得这两本书呢 我可能也是台湾读者少数先读到的 对 是 绝对是的 对因为这个当初我为了要访问富额的 我就请他先提供给我书档这样子 结果他就先提供给我电子档 是 那后来就是 而且电子档很好笑 他给我看的是最后校对版本 对对对 然后看到富额的那个名字被 他全书里面校正的最重点的 写成的很大字 就是人家把他富额的负 然后写成博式的博 我觉得蛮好玩的 就是我之前也发生过这种问题 我看到就一直笑 因为我也是名字常被念错跟写错 包括在大里的那个展览 就是台湾当代摄影年展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还蛮大型的讲座 然后当时几位老师都去了 谢春德老师 吴田庄老师 沈昭梁老师 还有李小金老师 然后他们会做名牌 不过这上面 我的名字就被赫然写成了博尔德 而且我一开始写富额的名字 也一直写错 他德是德道德 我都写成德性的德 对很多很多 这个问题是最常见的 所以博尔德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那时候在看这本书 觉得很有趣的地方 那富额德这个书 其实这两本的特色 就是 其实我们很多人在要投入到一个他可能不熟悉的展览的类型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这是现在的趋势 比如说在台湾我常常会看很多展览 我觉得哇有点辛苦 因为这个看展览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好像你要真的要做很多很多功课 就是第一个你要读很多的论述 而且去都是史料资料 好像你不读完是没有办法看懂这个作品 可是我个人觉得我的喜好 有分很多种不同的 每个人想法不同 我是觉得我一定得受一些作品感动 那些文字才会去反过来再去加深我对这些作品的印象跟感受 所以当我放到这个书的时候 容我念几段你写的东西 我觉得富额德的光是前沿这个事情就令我觉得蛮动人的 我稍微念一下 这个在场的这本他自己也放一开的书 他前沿 他的前沿 好 你看我念哪几题 OK好 我念一下 好 前沿 回想一下我的艺术史任之架构 并不是直接来自书本 也并非来自课堂 而是这些年来一次又一次反反复复的进入世界各地零零种种的美术馆的过程中 逐渐由零散的碎片慢慢积累 拼凑起来的 我无法找出一个词语 一句话 一篇文章 来表达我对那些博物馆美术馆的爱 但我知道 每每游走在其中 矗立某处 盯着某些作品时 那种心神安定而又陶醉的感觉 成一次又一次的将我的灵魂送至遥远而永恒的先进 我甚至常常幻想 在年老时 如果能在一家世界级的产品丰富的美术馆做一个志愿导览员 每天向不同的人讲解不同的作品 分享并传递那些作品 曾给予我的滋养 那是一件多美好而又幸福的事情 后面还有很多段很不错啦 那到时候留给大家这个有机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可以慢慢的评讳 在前沿这部分我觉得前沿还有很多很精彩的 导览员这个部分我觉得很有趣 我拍了很多导览员在睡觉的照片 没有因为美术馆的志工都很辛苦啦 因为其实是比较无聊啦 因为你就坐在那里啊 这个是一个很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这些志工是很了不起的 包括我们在宜兰的这个故事馆 我们也有志工 志工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我觉得这跟展品有很大的关系 还有展览 还有这个志工们对艺术的爱 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因为热爱这个作品 想要帮你当下感受去分享的时候 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其中呢我们也选了一些展览 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想说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 因为呢 我觉得富尔德看的这个展览 也很有意思是 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他真的是找了很多题材 因为我相信这跟专栏还有成书有关系嘛 要跨一些不同风格 跟表现形式的这个展览 那这样子整本书的话就会比较丰富 那当然呢 我想要提几个展 当然因为我其实个人最熟的应该是Alexos 我们可不可以先从Alexos那个展来 我差点因为我去花莲 要不然我差点都要带他的那个小书 我刚好那个展览的专书 我买到下次跟你分享 就是叶子里面把他这四个体材的书 从密西比 然后到这个Negra 到Broken Menu 还有这个黑白的那个系列叫 叫什么 就是他拍这个 他跑去各个拍老人啊 什么送 我突然忘记那本书的书名了 歌本 对 songbook 那时候还买到那个 那现在已经绝版了 那时候在棚丁 哇 那么便宜 而且太有趣了 我光是看那本书就觉得好玩 它等比缩小 而且我刚好之前有在雅精那边看过 Broken Menu的原版 是 你的书里面也有写到 就是在一本 像是百科全书一样打开 然后我们可以想象到 电影里面出现那种 一本厚的百科全书 挖开是一把枪 那个场景 但它变成一本Broken Menu 这个Alexos的这本书 好 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个展览吗 就是Alexos的这个展览 那这个展览呢 它是在 因为 我在伦敦的Science Museum 看到的这个展览 其实这个展览也是我有意要去的 我去 那次我去英国之前 我就知道他们要展这个展览 所以我就是有一天 专门抽了时间去看这个展览 而且那个 这个展览是Science Museum 唯一做的一档 这么大型的 是世界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 后来他们的媒体中心就迁移了 就跟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然后他们的产品可能就转到那边去了 然后我觉得很有 很幸运的是 我去了这个展览 当时就是一个很全面的展览 你知道 基本上相当于它的是 一个摄影师的中期生涯的回顾展 就是人生的 叫 所以每一个系列都会有 而且非常有趣的是 比如说 陈岁在密西西比河办的那个展览 他会把它每 出的每一本书 从第一个版本到最后一个版本 全部放在上面 然后 虽然是不能你去摸啦 但是 它是放在那个就是玻尼掌柜里面 因为Alexo是这样的 他基本上 在他出第一本书的时候 他就自己模拟了好多个版本 自己在那边剪贴输出 一直到有机会 他参加了这个 双年展 我记得 然后被发掘了以后 红了以后 那才有机会出第一本书 那当然这些书其实 他很多书在那个时候 就已经卖到绝版了 不过现在都还有一些 重新的复刻版本 就还没有机会看到 Alexo的成功 真的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觉得 它是全球性的 我记得我那时候 在画廊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做一些 就是 摄影师的 workshop 然后就是全国的一些 就是摄影的那些 就是新瑞们 就会聚集在这边 然后 大家都会讨论Alexo 就那时候就觉得说 Alexo就像 大家心目中超出 一般的那种存在 就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很多摄影师的作品 都是在 copy他的那个模式 是啊是啊 这个我刚好 前几集有跟一个 呃 陈小鹏老师聊这个事情 就是 我觉得大家 get copy Alexo的时候 尤其是中国大陆 非常非常多 对 他是沿着 西比 中国大陆是沿着 黄河或是 长江 可是我想要讲的是 其实我觉得Alexo 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幽默感 嗯 这是我 可是 他最早没有发表的 那些黑白的 或者是一些什么系列 其实 也有这种 对因为 你说的幽默感 对 因为我那天跟 这个 陈小鹏在聊的时候 就是 因为幽默感 你并没有办法复制 那个东西是有点 好像与生俱来的 他是跟你的性格 你的成长 就属于你自己人格的一部分 是没有办法说 我想要有幽默感 我来点幽默感 这个没有办法 是是 对 所以 可是这个是很有趣 就是那时候你们 比如说大家在做这个工作坊 大家是怎么谈到Alexos 你刚刚讲说 它是一个超出的存在 更多的 你会从他们的 谈到Alexos的眼神 一说 一说到Alexos 就对 大家就开始就 表示认同的那种感觉 当然是十几年前 所以 当然现在的Alexos 大家会以动态的眼光去看一个摄影师嘛 然后 所以 那就是一种 走到哪里都有人谈Alexos的那个时代 但我不知道 我觉得他可能自己也走到一个瓶颈期吧 但我觉得一个巨大的成功给一个人也算是某种诅咒吧 这句话蛮有意思的 就是巨大的成功是一个诅咒 你没办法冲破自己 那就是一个诅咒了 不过我倒觉得 我这样子一路看他的东西看下来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在拥抱各种可能性 然后他 我觉得他 包括他连疫情的时候 对我有时候查他资料 就不小心查到你写的文章 对 比如他疫情的时候 他也是用手机夹文远镜 是 他在做新的尝试 是 可是我个人觉得说 一个 作品耐看的人 因为他其实是 我觉得他是很old school的那种 就是算是比较老派的摄影师 OK 我用大画佛相机八成十 我好好的把它摆正 好好的做每张构图 那这样的摄影师 耐看的话就算 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可能是 也蛮严厉的 就是OK 我要很要求这些细节 是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 你可以说要很大幅的创新 可能未必可以 但是我觉得光是 他在思索 他想要关注的是 不同领域跟 不同工作类型 或是文化种族的人 我觉得这就够了 因为即使摄影有时候 比上你有很多 推陈初心的方法的话 搞不好还不如 就是好好的 就像他的精神 比如说你说Steven Show Steven Show可能我们 想了半天好像 当然后来他用IG 用的很厉害 就是用IG在拍照正方形 或者是说 你说看Walk Events 或是最早的尤金阿杰特 他们其实就是 其实很难 这个就是规规矩矩的 好好的在一直不断的 不焉其烦的记录 但是他在这个里面 我感受到还是有在一点求变 因为我后来发现 有一件事情特别难 叫做永远不会变 像我父亲也是永远不会变 他就是一直在 好难喔 你知道 像我也没办法 我可能做一做 我就觉得 天哪我要换一个东西 或是怎么样 这也是不容易的 因为这就是 因为包括我们 下一本要讲的书 你里面提到一些 很多创作者都会 在提到一件事情 面对自己的孤独跟寂寞 当你又一直在做 一样的事情的时候 哇那就是 真的是 好像感觉更孤独跟寂寞 因为你知道 唯有自己才有办法 默默的一直走这条路 走下去 而且要 我觉得也很难 所以这个是我倒是觉得 我看起来 因为你讲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多创作者 会发生的事情 是 对 那还有一个就是 我最近看他的很多 特别帮他讲一下话 我看他的很多视频 当然很多都是 中国大陆这边帮他翻译的 对他在做关于 在讲摄影书 对 那我 那作为一个 他也是一个老师身份的人 他一直在 跟大家分享各种书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难得 然后还有你刚刚前面讲 这个事情 我也觉得很有趣 你说十几年前 可能很多人在 称赞他 中国大陆那边 那当然 现在有很多视频 就是在 在骂他或干嘛的 可是我总觉得 要说人家很容易 但是实际做起来 我也还是觉得 他真的是 也蛮厉害 对 我其实觉得 你刚刚说 说他 其实我觉得 你去 你去就是 以一种反抗的姿态 去说一个人 其实挺容易的 对不对 超容易 而且反而显得 好像你好像 与众不同 或者说是说什么 但真的我是觉得 其实的都是一种姿态 但是姿态下面 更重要的是 你做了什么 你真的有拿出来的东西 是什么 我觉得用东西来说话 比较 比较让人 那个 有幸福感 不是幸福啊 对我知道 相信 福气 对 对 不过也是啊 好的作品 会让你有幸福感 对不对 是 Alexos的东西 我觉得是 就是 很浓浓的 温度这件事情 而且他的出来的那个时期 也是很微妙的 因为他那个时候出来 马上被重视的原因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已经有点 好像开始大家 比较多的是 这个新的技术 甚至是当代 或批判这个事情 可是他其实走的就是 比较温情的 然后甚至是 传统 刚刚前面讲 old school这种 但那个时候 还是被很多人喜欢 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 他是马格兰的摄影师 所以 大家其实就很好奇说 马格兰 Alexos加入了马格兰 那马格兰 在预示着马格兰的改变 就是你知道 马格兰要么是战场 要么是那种 非常即时性的 社会的那种很深刻的 具有现实题材的那种题材 Alexos 他是探讨了一个 很抽象的主题 就是对美国的 社会的现况 然后通过他 就是这种 游走的过程当中 对一些视觉符号的决取 来去进行 他的这个主题的表达 而且他的视觉 又让人觉得 就像你刚刚讲的 他一张照片 你可以盯他看很久 他所以他表现出来的 那个情绪 以及他的那个 就是画面 给人的感受 都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赖看型的 通过这个 你的观看的过程 你会有很多的感触吧 就是对美国的 但你要让全世界的人 去感受到 Alexos的时候 感受到的美国 那也还蛮为难的 就是我想 中国的就是年轻一代 他不会像Alexos 拍作品的时候 去感受那样的美国 但是我想视觉语言 可能就是 他们被打动的地方 而不是说 他可能跟他站在 同样的想法 这件事情上 我那时候去参加 西装版杂摄影节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个 中国大陆摄影师 特别跟我分享 他Negra里面的那张 威士忌的照片 他就说 你看这威士忌 拍的那么有情感 就是 那当然后来知道 其实跟八成石 有绝对很大 很大的关系 那器材什么 对稳定 然后深刻深邃 等等等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Alexos 这种拍摄的方法 其实 因为他的东西 相对来讲的话 我刚刚提到幽默跟细腻 其实是一些 真的是很细微的 我觉得本身在观看 跟感受的人 也是要 蛮 你知道怎么 你要怎么形容 就是有点 sensitive 就是很敏感细腻的 因为 他不是 他就是一种情节的感觉 对 因为他跟很多 大家对于那种 比如说布列宗那种想象 可能立刻 因为这个东西 我反复测试很多遍 为什么 我很喜欢拿他的照片 来讲课 那当然 讲课的时候 大家一定很吃 瞬间那一套 可是Alexos 就是 好像有什么 这个淡淡的 比如说我常会拿一张照片举例 他密西比特里面一张加油站的照片 那Alexos本身 我曾经碰过好多国外摄影师这么形容他 他真的太会讲故事了 太会讲故事 他有一本叫做 乒乓 手册还笔记 这个中文大陆那边有出一个版本 就是他来讲 因为他很喜欢打乒乓球 他那本 里面就是一个对谈录 他边打 跟边 跟边 帮他写出文打乒乓球 打一打以后 他们就聊一下天 打一打以后聊一下天 聊他们的故事 那张照片就是 就特别讲 他很幽默的讲说 那张加油站的照片就是 他有怀念那个时候油价 因为旁边有把油多少钱写出来这样子 可是那张照片也有趣的是 那个光 那个光打在这个 人造光打在这个山上 又很像中国的水墨画那种感觉 彩色水墨画 然后呢 细微是Alexos后面讲到了 其实那个山上 我都请同学们仔细看 那山上其实有什么 是坟墓堆啊 所以Alexos就讲说 那张加油站的油 到底是什么油啊 从那个山上下来 所以一点幽默 一点这个机子跟美 还有一个很细腻 你如果看不到那么细的话 你不会把这个 优微的这个 很美丽的人造光 跟这个加油站 那个加油站 我会形容它很像 MIB里面出现场景 那种外星的场景 跟坟墓在山上 这是好细节 但是八成十相机 却让这些细节 栩栩如生 但是你还是要有心 因为现在人们看 带影像真的是 扫就扫过去了 当然这是在手机摄影的时代 我们是看照片是用滑的 不是用看的 对吧 一张照片大概就是一秒 对吧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这种 给他的时间是这样 但是有很多 就是像Azios拍这些照片 那个同一辈的很多摄影师 他们是讲究 你刚刚讲的大画幅 他们是要截取一个场景 然后那个场景里面 它有非常多的细节 然后它是可以让你 去看到很多东西在里面的 当然这就是观看者跟创作者的不一样 那就看观看者怎么去看 或者是什么 但问题是创作者在拍的时候 他是有意的去把那个整个场景 他是考虑到了大画面下面的细节的 他一定是有这一点存在的 所以他才会就是注重细节 是他们这一批摄影师的 很重要的一点 你有看过Alexos 他在拍照时候的影片吗 有 他拍很快其实 那就是你思考的时候 其实跟你拍照的时候 就台下十年功嘛 他自己有这样讲过 他说我可能是八成十的暴徒 就一般八成十大家测光测很久嘛 OK然后黑布放大镜慢慢在对焦 可是他真的很快 而且他也不是常拍照的 对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去那个 因为他真的很快 我看到那个就是 八成十要那么快是很惊人的 我个人觉得所有准备好的时候 他也不见得在暗快门当下 也可能也比一三五块 而且就只有一次机会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对其实很多很多都会出现这种反差 就是我们看到一张作品 然后你会觉得创作者是应该在前面 然后构思良久 然后在就是摆弄啊 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其实然后你看到影片之后 他就是如此随意的按了一张 然后出来就是这张 你有感觉你参与了某种 很神圣的东西的一个过程 但是那个过程就如此的普通 那其实这过程就是你背后 他背后他的思考的过程 你是没有参与到的 你参与到是最后那一下 这就是摄影常会被人家贬低的一个点 我个人觉得 大家以为好像就是按快门而已 但是这是最难的 对真的是就是 就是所有的都是在那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里面迸发 对因为每个人都会按快门嘛 他不像你画油画你还有技术啊 你还有什么 他有门槛的吗 这是一件没有门槛的事情 就常常会被人这样 对但其实超难的 我都会用弹吉他来形容 适合选拔妹很容易 哈哈哈 你就可以唱歌了嘛 比较易懂然后一起操作 对对对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你要真的很深入是很 很一门大学问 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谈 这个展览也是我很感兴趣的 我本身也很喜欢这个摄影师 Diana Abbas Diana Abbas的这个展览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布鲁尔分馆 那只是比较特别是这一篇 这个你的片名通常也是展览名称吗 是一致的吗 那也不一样 那这一篇我来讲一下 这篇你的名字叫摄影之初 如何成为Diana Abbas 因为这个展览特别是 Diana Abbas最早拍的那些照片 可能有很多 因为他出名是120嘛 那些照片嘛 有些是他真的更前135的 好那可以帮我们讲一下这个展览吗 这个展览是 我觉得看到这个展览也非常幸运 因为大多会很少 以一个非常龙默仲采的 非常重点的去推一个摄影展 为什么大多会会有这个展览 是因为当阿博士过世之后 他的家人 他两个女儿把他的所有的遗作 包括信件资料 他没冲出来的一些付片什么 全部都捐给了大多会 大多会是在之后 他经过了非常详细的 对他的遗作的这些研究 然后做一些整理分类 最后才决定展出这么一个展览 所以展览的就是 当中的大部分的 绝大部分的照片 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以这一点就是非常的吸引人 因为我很少见到一个展览 里面会有这么多人 其实就有一个感觉就是 像商场 平时就没人 然后周年庆的时候人很多 我觉得当阿博士的展览 就好像周年庆的美术馆 对一般看摄影展的也并不是很多 所以常常我去看展览的时候 就比较空旷可以很好的看 当阿博士的时候 你会觉得展场是有点嘈杂 嘈杂但是大家还是蛮相互尊重 所以我有时候会听到别人在讲什么 就是大家都是在讨论他的作品 你会想象说 在纽约有这么多人 对当阿博士的作品是很了解的 所以这一点让我觉得 就你会觉得你有一种 在展场的过程中有一种归属感 说这么多人都对他 有这么多的了解这样 对所以看他的展览的过程 让我就是让我觉得你好像参与了 戴阿博士的成长 你好像知道说他为什么会转变成之后这个样子 他的所有的过程 然后他的照片之前 其实是有点类似于那种很黑暗 看不太清楚 颗粒非常重 然后到后来 然后他专门跟老师开始 老师有跟他提一些什么 他老师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师 然后他就把照片拍清晰 然后这过程当中 其实也有像MOMA的摄影部主人 有给他看了August Sander的照片 他会觉得那个人像对他的产生的冲击也蛮大 他也觉得作品应该要怎么拍 所以这个过程他是经历了一个 由粗颗粒到清晰的过程 然后距离也是一个事情 他之前其实拍人的时候都隔蛮远的 他用135的相机 所以那个相机的话 就是比较快视的那种 然后相比于大画幅了 你也知道大画幅里必须要 那个人站在你面前 所以他必须要迫使你跟拍摄对象之间 要有一个沟通和交流 所以这整个过程 他其实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你会知道说 在摄影史上有这么一个定位的人 他最开始是怎么样去变成 我们所熟知的戴安阿波斯 而且他那个相机 他那台120是MAMIA的相机 他那台相机基本上就是 你在拍摄对方的时候你是要低头 你眼睛是不会跟被摄者直视的 所以这次会变成一个有趣的结果 因为当你的眼睛没有直视被摄者的时候 就是你好像像他敬礼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尊敬的感觉 而且他那时候120拍的很多照片 其实都是底层社会底层人士 比如说一些变性人 一些当然最有名的是那个 有点像是畸形鹅 就是在公园里面 拿着手榴弹的儿童 所以这个是很 你刚刚讲这个很有趣 他现在这个展览很多人在聊他的照片 但是在最早New Document这个展览的时候 那张照片是被吐口水的 所以真的是 等一下那阿巴斯也是在他 是摄影师的那个当下的时候没有红 可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是他那个时候跟我的偶像 这个Livry Lander 还有另外一个 Gary Winogrand一起展 三个人 对三个人一起展 可是所以MOMA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 他们摄影部的主任也都是会演 他们也真的发掘了好多很重要的这个摄影师 所以我觉得这特别有趣 所有的很多展览都是像这种之初 因为大家都喜欢看这个人很红的时刻 可是这个人的之前那是一个轨迹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源头 源头这个东西 其实大家 我有时候都会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想要稍微粗浅快速了解一个摄影师的时候 现在传记电影很方便 包括 但是这个传记电影好不好看 或是是不是真的很符合事实 见很见智 但是导师有一部电影就是妮可吉曼 他演了这个 我看过 你看过 皮屑猎影 好像 对 然后大陆反正叫皮毛 还是毛皮 anyway反正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 一个比较神神叨叨的一个人的 这么一个人生的感觉 是 戴安娜阿巴斯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忧郁症的关系 而且我觉得照片在这个时候 真的是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一个人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 晚年的戴安娜阿巴斯 其实精神状态就不是很好 他的这个样貌 可是 那个其实是有点揪心啦 因为Livelander拍了他一张 他状态不是很好 的时候他就抱他女儿 他女儿很可爱 可能也不太知道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样一张照片 不过 我觉得他最了不起就是 他真的把那些所有的人 那时候被大家觉得好像是见不得人的 比如说异装癖 现在LGBT当然很受瞩目 但那个时候可能在几十年前未必 但是他却把每个人都当成是 他尊敬他们 他想要把他们的特别之处 人性的部分展现出来 我觉得那个他跟他们站在一起 应该是属于一种精神上的共同体 因为戴安博士跟他们完全不是一类人 他是生活在从小出生在纽约上东区 非常富有家庭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从小的成长过程充满了一帆风顺 然后和生活的优渥 然后正是因为这样的环境 让他觉得就不知道人生的痛苦在哪里 你知道 通常都是有这个反差 对 他精神上有这种边缘感 或者说精神上有这种痛苦 然后这些人的形象 我觉得就刚好反映了这种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在精神上他们是共同体 所以视觉 摄影是一种视觉的一种创作 所以他们刚好那些东西出来的话 我想可能他在某一刻 就是契合理的内心 他是选择了一个很好的视觉的对象 去表现这些 记得内心 一个双面镜 但是你需要跟被摄者 反映出来你内心状态 那摄影尤其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其实新济时 新济时其实最主要还是说 不要再记录这些世界上大事件了 我们希望看一些反映自己内心状态 摄影师的作品 对 所以这个展览其实在摄影史上 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在济时我们对济时的看法 OK 接下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 三千多张老照片与泰迪熊 对 这个展览真的太有趣了 一个展览空间里面 三千多张泰迪熊老照片 其实是一个群展里面的一个摄影师 然后看完之后 我只记得这么一个摄影师的作品 你就被三千多张老照片所包围 而且那些所有的照片 全部都装表好了 你可以知道那些照片 曾经被很认真的对待过 他曾经是伴随着某一个人的成长 他曾经是某个人的童年 或某一个群体的童年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会觉得 就这么一个熊 他在全世界的人的 他参与过全世界这么多人的成长 然后这么一个人又把这些照片 全部给他收集在一起 那种冲击是像那种潮水般 向你涌来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而且就像你内文里面写的一样 那是多少小朋友的回忆 可能那些照片就是挂在家里面 或是泰迪熊 当然那个也是一个符号 它是有点被塑造出来 成为一种可能纯真可爱 或是小朋友的 这个内文有写到 不过那个还是很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想看 就是家里的纪念照 很隆重的表框 有些还是用那些有花纹雕刻的框 去表一张 有些人可能是表什么 比如说我最近看的 我又忘记名字了 但是意思就是说 他可能是表你的家人的照片 你表你的爷爷奶奶或是画像 以前某个时期的传家宝 可是这个时候这些隆重的框 却表的是一个泰迪熊的照片 那这也是 因为如果硬要讲起来的话 他们都是小朋友跟泰迪熊的合照 或者说是某一个团 比如说足球团体 什么拉拉队的团体 或者是任何一个团体 跟泰迪熊的合照 就是他参与了你的成长 参与了你的友情 参与了你的青春 但问题是所有的这些人 都已经过世了 你知道就是 里面全部所有的 所有的人 就是他们就是象征了某一个时代 或者是那些你身边过世的亲友 而且还有这层反差 它是童年跟死亡 就是一起 一个巨大的这种交织 然后向你涌过来 那种感觉就让你 没有办法去抵挡 当下你看到的视觉 给你的冲击 而且在背后还有 关于二战的一些就是 背后的故事 因为这个创作者 他其实他是从欧洲 就是他们家是从欧洲 因为二战的关系 到了加拿大 对 所以 他背后还是有很多 更深一层的情感 给到你 OK 对 没有 我在很仔细的看这个展场的照片 对 我觉得在那个展场 能看到那个展览 我也觉得蛮幸运的 对 因为你的现场拍的照片也有很多 包括他们在现场的玻璃柜里面 也展了很多实体的太迪熊 就是照片里面可能这些小朋友或是人跟熊 那这些熊可能他们实体会长什么样 因为照片 基本上还是把那个当下的东西转移 记录成平面 可是实体的会是什么样 就很有趣 就都是大家用过的 然后有很多基本上都是 这个摄影师在网站上去买的这些老旧的 这些 高雄曾经 高美馆曾经办过一个展览 那个展览我也觉得很棒 可能是每张照片都是一个证据之类的 这种还是什么的名字 我又忘记了 可是那个令我印象深刻 一个很有名的法国摄影学家 他透过收集照片来讲摄影史 跳蚤市场 就跟这个概念有点像 只是这个是收太迪熊的照片 他是收 比如说摄影 光是技巧上 过曝或是瞬间 或是连续画面 或者是如何构图 他用 而且都是匿名者的照片 你会突然觉得很惊人 就是原来摄影并非 我常常喜欢这样讲 并非摄影师或摄影艺术家的专利 有太多好照片 可能就是匿名 或是不知道人拍 只是因为 他当下有个很真实的情感 把那些东西永远 那个情感融入到照片上 所以用收集来的照片 讲摄影史 这是很惊人的 后来又出一本书 所以那时候在看到你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会令我想到这样的展览 因为现在有很多摄影书 摄影展览 并不是这个创作者本身 自己拍的照片 比如说讲一个最近 这几年蛮红的 这个贾达志的一本书 双喜 就是烟的 他就把这个摄影机 做成像一个双喜的烟一样 装在烟盒里面 里面都是 因为双喜是 中国那边 大家小时候都回忆 国产烟的回忆 你们的国产烟回忆 对不对 双喜是香港的烟吗 我的烟没有特别 好没关系 但是那个很有趣就是 台湾是长寿烟 对台湾是长寿 对 所以那个烟拿出来就是 那本里面都是在 大家在抽那个烟的照片 所以那也不是创作者 自己拍的 就是 测长的概念 对 这个也是测长的概念 对没有错 所以 都是有这种关系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 另外新的方法 好 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个 提一个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 因为 这个人呢 他的电影 我也是一直看 包括他的摄影书 我也看 但是我经由 读你这篇文章以后 我能够理解 为什么他的照片 会那样子拍 因为我以前可能 在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 因为摄影师 在看照片的时候 你有很多不同的 切入点 但是有时候我们在看 拍电影的人拍的照片 或是剧照师拍的照片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会 不一定能够那么的理解 但是 读了你这篇文章以后 让我能够了解到说 原来是这样子的 好 等一下 稍微翻一下 Win Windows 对 Win Windows 每一张照片 都是一部电影的开始 柏林摄影展览馆 刚好在他的这个故乡 柏林 OK好 那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展览好了 这个展览就是他的 我现在到处都买得到这本书吧 就是他的那个 一次 对 就是宝丽来的这个 另外一本 对 然后展览 其实他应该算是 兼具摄影和照片 摄影和电影 那应该说是 动态的和静态的 他都有兼具 摄影对他的这种 就是 应该是他 创作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不是说 摄影是 电影比较重要 摄影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这都是反映到 他这一个人 对视觉 包括 你刚刚讲的 讲故事的原因 他其实是一个 反讲故事的人 你知道吗 所以他后来都在拍纪录片 对 可是他纪录片 好有故事 对 然后我就觉得说 而且 而且他跟 他有很多 就是 在电影上的一些 就是 他表欣赏的 像小军安二郎 像就是 意大利的 意大利的那个导演 拍过中国的 叫什么 你说 贝鲁奇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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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鲁奇 对 应该不是 安东尼奥尼 对 然后 他拍那个 就是德州巴尼的时候 他说 他的色彩 其实是跟 安东尼奥尼学的 对 他就是跟着 每一个 每一个导演 其实 他会关注 同才的导演 在干什么 而且他也会 很认真的 去分析 他们的作品 然后那些 打动他的部分 他也会把它 转化到自己的 创作当中去 也一直跟着 时代在 的科技什么 在一起迈进 尤其是我那时候 我会 拿两个 电影来做比对 一个就是 他的这个 三门钥匙 那时候刚好出 Digital 所以他里面是 一半胶片 一半Digital去拍的 然后里面会对照 然后刚好跟我之前 看到一部 安逸华达 剪风景 也是一样 就直接拿 安逸华达 就拿着最新的 那个时候的 可能是V8之类 来出来 就是挑战新科技 包括 而且还 那样电影都在配Rap 我就觉得很酷 安逸华达 就是 所以他后来跟 JR合作 也不会意外 虽然我对他 不是很了解 但看得出来 他们都是那种 在玩的 很有童心的 想要去 接触任何新事物 那这个温德斯 内部片 我觉得就是说 当然后来还有 刚讲有貌科技 比如说Bina Bosch 他后来也用了一些 新的这个 3D类似的方法去拍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有趣 那如果 就像 你内文提到的 他可能在同样一个场景 在不同时间内 拍一张 这个 其实 摄影到后来 都会有这种关联性 在那么多的 当然 这本书很精彩 里面还有很多的 这个展览没有讲到 但是我们到时候 会留个连结 如果大家有兴趣 想要 继续购买这本书 或怎么样的话 可以通过这个连结去讲 因为 摄影如果是静态的 但是包括这一本书 里面有讲到 跟下一个 我们要讲到的 一位摄影师 跟最早的 蓝赛这个事情 有些照片 不是我们想象到 我们不要扯那么远 就讲一个 彩色照片 我们老的 也都会褪色 它就不再只是像数位一样 因为数位好像 当然 我现在想想看 数位也会随时看颜色不一样 过几年萤幕换了 其实也有啦 也有另外一种的 你的原来档案不变 可是因为你播放它的东西 变的时候 它会觉得改变 可是 我们就讲一个最简单的 照片 彩色的 放在那边就会褪色 那 它在同一个场景 摄影 介入了这个部分 这个时候是这样 那个时候也是那样子 但是电影因为可以连续的 动态 所以 我觉得 在这两个里面 都感兴趣 是很有趣的 因为 电影不就是 一格一格的照片吗 所形成的 对 其实 你刚刚讲到照片和 那个电影 是一格一格的照片 其实 我 之前 有访问 吴天章老师的时候呢 他 他其实 他有video的 然后后来 有拍照片 他发现 很片 很 很美很美的 电影场景 他想把它定格下来 说每一个都不完美 所以他才去拍照片 对 照片就是那种 最完美的临界点 就一定要这样子 但是 动态跟 所以他 由他自己的创作的体认 他就是看出 动态跟静态之间 完全都不一样 下一集我们要讲 一个摄影师就是 因为完美不完美这个东西 又是很有趣的 对 就是主观性的 有些人就是 我要反 我要反完美 我就是要不完美 就是拍那个 我们下一集再讲 卖个官司 那我们今天 谢谢富尔德 那我们也会把这个连结 还有 这些 我们今天讲到 这些展览的一些 稍微的介绍 附在这个 因为很多听众 常常都会 因为真的是 听的节目 有时候你很难 去想象到某些画面 但是当我们把照片跟连结 留上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看那些连结 更有画面的去跟我们讲的内容 去做一个比对 但是呢 我昨天听到一句话 我会觉得很棒 跟你分享 也跟听众朋友分享 人们还是喜欢脑补 有时候看不到更多想象空间 所以这个也是 看状态 但是 昨天跟我讲这句话的人 他还讲一个 他说脑补这件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得要让自己可以接受他的脑补 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所以如果这个脑补 这个脑补永远 没有突然想到这个事情 永远 你让我想起 那个曾经在英国的时候 去访问一个摄影师 他也是马格兰的摄影师 叫Mark Power 他曾经最早的时候 做过一个 做过一个 系列 他就是去 因为你知道英国人喜欢听电台 就是他那一辈的 小时候的成长过程中 喜欢听电台 然后他电台都会播报天气 在海域哪个地方 天气是怎样 海域哪个地方 天气是怎样 他挑了四十几个 非常的典型的地方 然后去那里拍的照片 然后做了一本摄影机 然后很多人就说 你毁了我的想象 就你把那个东西 他想象的东西 弄成image的时候 很多人会感激你 但很多人不会感激这一点 就是觉得说 你知道那种感觉 因为我不接受你对 你对这个东西的定义 对 它应该是一种 更抽象性的东西 那抽象性的东西 或者想象 存在你想象中的东西 存在你童年记忆中的东西 你把它用摄影的东西 表现出来的时候 好像就只有唯一一个答案 就不是这个唯一答案 所以很多人就是 当然摄影的悖论也在这里了 反正 对啊 要看你怎么去定义 跟怎么去想 但是我个人觉得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脑补 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关键是脑补 对脑补 对 好那我们谢谢富和德 好谢谢人喜 感谢观看